哈喽 今天是我做完smile全体表手术的第二天 因为手术完了以后 当时发了一个摸摸圈 里面就是说刚做完手术 然后感觉这张眼镜全世界都清楚了很爽 所以很多人都跑过来思询问我或在摸摸圈底下留言 问我大概做这个手术多少钱 然后什么感觉好不好啊之类的 所以因为问的人比较多呢 所以我今天准备就拍一个vlog来稍微聊一下 我做这个手术 包括之前之后整个的花费还有想法之类的 希望能给那些有这个想法或者还不太确定做不做的人 稍微一些也不算建议吧 就是一些我个人的感受吧 反正类似的这种视频麻烦很多了 我就按我自己来说一下看我自己的感受吧 首先我为什么想做这个手术 其实有这个想法都已经大概可能有两三年了吧 跟我比较熟的朋友可能知道大概两三年前就说我想做激光手术怎么样的 包括有个朋友还来谈论我您练到两三年终于去做了什么的 所以也算突然正吧 其实也不算正正 主要是我这地方玩蓝星村里嘛 村里也没有什么地方 你要想做手术 演课手术的话得开车去大概开高速一个vlog时到处里 处里那边有那个叫laser eye institute 那边做的还可以 包括两三年之前我也有同学在那边做的感觉效果挺好的 这是为什么之前就开始有这个想法 但是后来一个是一直也没有下进决心 然后所以每次一想爱还要开车离开房时 而且之后来会还要复查复诊什么的 感觉花费时间还挺长的 包括开车之类的 所以也就算了 不过这回我为什么下进决心其实跟之前也差不多也是有点拖延的 只过就是最近打网球比较多 然后再让开赛道 然后平时用眼睛之类的感觉戴眼镜真的很不方便 包括开赛道的时候戴头盔 要先扎着眼镜把头盔放上 然后再把眼镜塞进去 然后再把眼镜塞进去 这样一个是卡的很难受 另外一个是整个时间也会比较久 而且时间长了眼睛也不太舒服 还有一个就是用br 包括最近有做一个project 都会经常需要br 这样把眼镜先放上去再把br塞上去就卡的很难受 而且就没有那么方便吧 另外一个就是打网球 打网球我这几天打网球最近都是戴的隐形眼镜 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习惯隐形眼镜 会经常会感觉你眼睛一直会被东西盖着 而且很容易就感觉很疲劳很难受 就为什么想揉它或怎么样 然后每天用完了以后把眼睛一摘了 就还是感觉眼睛非常疲劳 所以就这么几个原因吧 然后我就一咬牙一跺脚 说行那就得做吧 其实这回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因为全体秒这手术在国内已经有好几年了 但是其实在美国这边FDA官方认证 官方同意科技作业手术其实也就一两年时间 包括密歇根Laser Eye Institute他们是密歇根 我听医生说好像密歇根有两家 但是我们要查到另外一家在哪 所以基本上我认知里就是密歇根的一家 而且他做了很久了 他包括之前半天秒也做了很多很多 所以他算是比较有经验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去他们家做 然后这回一个好原因就是 正好这个全体秒在美国那边也通过了 所以我在这边可以做全体秒了 因为其实两三年前的时候 我知道国内有全体秒 但是我在这边网查 当时这边还是没有smile的 还是没有全体秒这个手术的可以做地方的 所以这回做也算是赶着吧 就是可以做全体秒 其实整个手术时间从我下决心做 到第一次去跟他们做眼睛检查 再到实际做完整个过程 其实就只有一周的时间 我是第一周二打的 他们跟我说第一周的周四就可以检查 然后到周四 然后到周四呢 我一个人大概就是从蓝星开到troy 开了一个小时二分钟 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就过去了 然后到那一边以后 他们一个护士就带着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的机构 然后给我们看了一下他们的手术室 一个大锅里面 然后里面三层排机器 他们什么Lizik PRK SMILE 还有ICL 都可以做 就说他们很牛逼 然后手术比较经验很痛苦的 然后我就开始跟着那个护士去做眼睛检查 然后整个这个过程 他们当时电话里预约的时候 我说 你大概准备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后来我前程下来大概要看他时间是一万小时 然后这过程中他们就先带我各种各样房间 测视力啊 测眼睛啊 然后再用有七八台机器 给你眼睛一通测 两个眼睛都要测 看你有什么干眼啊 或者眼睛急症没有啊 然后最后等你都测完了以后 会给你带到一个房间里 他们在左边会有一个小视频给你放 放着那些飞表手术啊 轮胶症的宣传视频 就说 啊 很好之类的 这些 因为我本来过去就是抱着一定会做的 心态去做的 所以其实那些视频都没什么用 反正我本来就要做了 然后大概过了可能五六分钟 因为我是当天下午的第一个预约的 所以大概过了五六分钟 那个医生叫Hadded 他就过了 然后过来以后拿着大概有四五页报告 然后上面各种眼睛的图啊 然后各种成像的图 各种信息 包括数据之类的 这种设备可能是一个比较商务 但是很运动的车 啊 这车俩了 把他也开车 也疼船车的事了 然后还挺好 然后后来我说OK 坐 然后我就到了他们交钱的那个房间 然后医生 那个当时那个负责收钱的 算是护士吧 护士就大概跟我说了一下 说最快是第二周的周三可以做 但是因为他们要求做手术之前必须有两次检查 所以就又约了一次第二周周一早上八点的检查 因为当时我就想赶紧做完嘛 所以我说OK 那我就第二周周一我早上来吧 然后当时交了一百刀的定金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下 整个做完这个smile 两只眼睛 他们大概是四千五百刀左右 但又我是学生 他给了我一个discount discount完了以后是4150刀 是两个眼睛 从头到尾 包括检查呀 还有做手术 到手术 到手术之类的都是全包货的 都是不用在电话的 都是不用在电话的 发钱 就所有东西加起来 4150刀 然后当时我交了一百刀定金以后 他们给了一个写着他们诊所名字 类下的蓝袋子 然后里面他给我一个大概写了第二次去检查还有手术的时间 然后对 这个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完了以后我就回家了 然后因为之前 了解不是很多嘛 所以在那段时间 从第四约到做真正手术之前 我一直在做各种research 各种就是网上查阅资料啊 做过评价怎么样 包括我问我朋友啊 周园做过的朋友什么感觉之类的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想 比较想通清楚 到底如果做了这个东西 这个流程是怎么样 好结果 坏结果都上了解比较清楚 包括我也上网看了各种各样的 有很多人发过那种全球秒的手术视频嘛 就是你眼睛上都给你眼睛做手术的视频 然后我很多朋友看到那视频就越来越手术了 当时看的时候 感觉手也很软了 感觉也很吓人 所以当时看这个视频 我也想想要不要做这个 感觉还是有点恐怖的 毕竟是在眼睛上做手术嘛 如果真的有点一出什么问题 那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还是从头看了这个视频 当然了 我自己从头看了这个视频以后 但是这样的话 我自己在做手术的时候 就可以比较知道啊 进行到哪一步该怎么怎么样了 我觉得我虽然那个视频比较吓人 但是我觉得还是自己看清楚 看懂一些比较好 然后包括我在国内网站 国内网上的支呼啊 然后再包括在搜索啊 比如说smile做完书后 体验或者是手术感想之类的 然后当然有好的有坏的 然后看了一下大概好的就是说 啊 恢复很好啊 然后这样也很痛不够 没有早点做这种 这种当然也很多 然后有一些做坏了的 做坏了的大概就是说眼睛会很疼之后 然后也有手术复发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眼睛很干 然后其他就是说没有恢复到1.0吧 或者是美国这边的20-20 可能就是没有恢复到很理想的那种状态 可能还是需要眼睛这种 所以大概我看了这些类似的一些评论或者感染以后吧 我大概心里就清楚有点数 大概最好就是能恢复很好 最差的话可能就是以后会经常会有眼泪趴光 然后低眼要舌 然后眼睛会疼这些 但实际上真正做失明的 我是没有看到 所以当时看了这些以后 心里大概有数了以后 就最好结果最坏的都有 然后为了能摘掉眼镜这些抽搐能不能承担 这些我都想好了以后 我觉得好还是做 第二次就做检查 这次检查以后 他们会给我散瞳 都给我散瞳了 然后这样的话能更清楚检查一下 然后他们就大概检查一下 度数啊 散光啊 然后还有一些那些之前做过一些检查 再做一遍 然后他们会double check一下 确保眼睛度数没有变化 散光有没有变化 然后各种数值都没有问题 然后这也有我那个袋子 就是第二次复查完以后给的袋子 然后他同时还给我一个全护目的那种保护镜 或者墨镜 就是能防光的 然后保护整个眼睛的镜子 因为当时做了三童以后看不了强光出去的话基本上睁不了眼睛 所以得一直带那个 包括手术之后 那个你要一直带着 黑色的护目镜 你要一直带着 包括手术以后你也需要带着那个回到酒店 或者送你回去 怎么样子 然后因为我全程都是一个人自己去的 所以他们说可以帮我订个酒店 然后到酒店会有车来坐 我带回去的这些 所以这还是挺方便的 所以就算一个人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想想 第二天做完以后 给了我袋子 对 给了我一个厨房 然后你厨房里面会有两个眼镜石 然后我学生保险是cover掉了一个眼镜石 我那个学生保险他另外一个眼镜石不包 可以给你看一下 就这样的 就是需要厨房才能开的眼镜石 然后这个叫 Afluxin 我也不知道 反正这个是保险自己包的 大概原价是40刀 然后因为保险包就付了7刀 这个LotaMax是保险不给你包的 所以当时药房跟我再三确认里面说你保险不包 你真的要自己付吗 因为当时周一到周三其实他就让我提前开始低这两个 我也来不及再问医生可不可以放药方什么的 所以当时我说没办法 那我就自己掏吧 所以就这么一小瓶 这个眼镜石230刀 所以如果你们要去做的话 一定要问好 有没有便宜一些的 后来我才知道 我把这事跟我医生说 其实如果当时来得及的话 他们可以给换一个60刀的 虽然保险也不保 但是作用是一样的 60刀230刀 这一下就差了多少 160刀230刀 对这就差了170刀 所以要做的话一定要问好 因为这两个眼镜石是你出后会加大用量 每天要第四次的 所以对 这是一件事情 周一完了以后 到周三就是手术当天 当天我是12点10分过去的 而且这块可以说一个我觉得在这边美国跟国内比的一个优点 虽然我没有在国内做过 但是我听我朋友说 国内大运作就比较像那种流水线生产一样 就外来一排病人然后一个一个进去做 然后我觉得可能如果我错了 可以就证我家或者怎么样 因为如果这种情况下 我理解是国内可能一个医生没有办法特别被某一个病人花更多时间精力去怎么样的 当然这可能是我偏见会怎么着 但是我觉得美国人的比较好的是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做 没有那么多人做的话 就可能医生可以花更多时间在你一个人的情况来做些调整 这是我的理解 但是如果我这个说的有什么不对的话 因为我也没有在国内做的 所以可以欢迎指正出来 然后在手术当天到了以后 他们说因为前面的话 就像我说的 他医生能花更多时间在一个人上 所以他跟我说一下 因为前面的用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 所以让我多等一会儿 大概12点10分到的 然后大概是12点40 那个护士给我叫进去 跟我说了一下 说如果因为他激光手术大概30秒会有suction 我也没理解他那个suction 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他激光切你眼睛的时候 如果他发现不合适的话 会让你切换到prk 对 说问你如果那种情况发生的话 你也不能suction的话 切换到prk的话 你就选不选择当天做 然后我说ok 那就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因为那个护士跟我说了 这种情况是极极极极的概率的 基本上没有发生过那种 所以他说如果真正发生的话 问你是不是当天做 我说ok 那就当天做眼睛调证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让你签字确你同意做两只眼睛的 然后我就都签了 然后他给了我两片真经剂 安眠药 两片半 因为那个会帮你放松自己 让你很疲惫的感觉 这样的话你在做手术的时候就精神不会那么紧绷 所以他给了我两片半 搬着水喝下去以后 他给了我一个头套 罩在头上 然后又给我两个鞋套 然后当时弄完这些以后 我就去他们那个等待室等着 因为前面也有别人 那天他们应该都是手术 然后我前面还有别的病人做 所以我就在等着 然后这段时间还是该用的 该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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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手术聊天什么的 然后就是前面的做完以后 我就进入了他们的准备室 就中间有1 2 3个等待区 我是从第一个等待区 然后到第二个等待区 第二个等待区 那个护士就跟我又确认一点姓名 然后生日之类的 然后确认没错以后 然后继续等 然后中间我还看着那个大夫 那个大夫在做上一个人手之前 还给我打着招呼 还挺好的 然后基本上就等吧 等完了以后 我就进到最后一个房间里 最后一个房间里 那个护士就会跟我 这个时候要穿鞋套了 然后那个护士把我所有身上的东西装在大夫里收走了 然后提起我手机关机 但因为他把火灯说 我挖所有东西都你帮我放好 然后他就帮我放好了 所以我身上当时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就主要讲了一下手术事项 注意事项 然后就最后他说 因为这份你们可以去看那些手术全对表smail激光视频 他们那些视频里是完全准确的 而且他还会额外的有跟你说手术的时候注意事项 比如说就是他会告诉你 你到时候做手术的时候会看到那个绿点 而且他会慢慢向你靠近 他会非常强调 比如说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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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要盯住那个绿点 就算你后来没有看到 然后也一定要假装那点 但就一定千万眼球不要动 因为那个是最重要的 那30秒是真的手术是真的那个机器在对你眼睛进行改造 那30秒一定一定眼睛不能动 这是他一个反复强调点 还有就是做手术的时候 那个护士会跟你说做手术的时候 医生如果跟你说中话 千万千万不要点头 然后也不要踩着什么手动啊 脚动啊 千万不要 这些一定要保持住 你自己就躺在那里 一定不要动 特别是手术进行的那30秒 一定不要动 然后 但其实这一点的话 因为你吃了那个镇静药吗 或者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两片半的那个药 吃了那个以后 其实你后来会发现你根本一点动的力气都没有 就想动 完全都不想动 就躺着躺着这里 所以这点不用担心 主要就是你眼球一定要盯着那个仪器中带的绿点 然后都煮好安排完以后 我就一个人又继续在那里 一直等 就坐在那里 一直等 然后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没有东西看 只能一直在那里发呆站着看 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有种等待兽行 或者一个人孤独的等待兽行 是那种感觉 很估计 但是他有一点 我当时是正好在那个墙上 那个灯有一个绿点 然后我就想 我就自己再试 我就一直盯住那个绿点 然后这么试了几次 然后绝对唱歌 然后后来过一段时间 墙已经做完了 然后医生说了到我 然后给我的搀附进去 进到那个收视里 因为我有散光 所以他先用一个机器 先用到两个机器 因为我有散光 第一个机器是我躺在那里以后 他会让我脑袋动一动 然后那个机器会测到我眼光 眼睛的那个角度 然后医生会给我眼睛 那个大夫医生会给我眼睛滴麻醉药 那个麻醉药基本上是立马就生效的 如果他跌了几滴以后 那医生会用那个小刷子 碰上边下来 左上下左右碰一碰 然后如果你哪还能感觉到他感觉的话 你要跟他说 说我这样感觉到他会再多挤一些 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然后按那台测散光的机器 会让我脱袋扭一扭啊 去确保那个散光角度 然后会在我的眼睛上做标记 我听那个意思 因为前一门 我也听不太懂 反正感觉的意思就是 根据你那个散光的变形的角度 在你那个眼珠子上会给你标记 这样大夫医生切的时候 他按那个角度来切 这样还能保证把你的散光一块修复 有的医院好像是有的医院不是这么干 有的医院是之前提前做好的数据还是怎么样的 反正这块我也没有太懂 反正现在的话散光也好了 然后标记完以后 他能扶着我 这回真的到了那个做smile手术那个机器底下 这回是真的要做手术了 然后床好 然后医生最后又检查了一遍 确保我眼睛没有感觉 然后这时候他上边的机器 你就能看到那个绿点 因为是近视 所以你看那个绿点的时候 它是一坨光 但你能看到中间有一个绿点 那点还是稍微比较清楚的 所以你眼睛一直要盯着那个点 然后这时候就感觉那个仪器慢慢降了 越来越近 然后那个点是一闪一闪的 然后盯着那点 医生会跟你说 准备要开始了 然后就开始盯着那个点不动 然后这时候就会听到那个机器会说 瞎声啊 就说明他开始了 然后这时候就感觉那个绿点 一开始前十秒没什么感觉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你就眼睛从最外围到中间就慢慢的 全都变白 然后前面白以后 他会提醒你不要动 不要动 还要盯着眼睛上不要动 然后大概大概15秒 这时候听到suction off 然后就说好 这个就做完了 然后他就开始用他那些手术仪器啊 把那个切割下的部分给你 就用他那些手术就把那些手术拽出来 怎么样的 你看youtube那些视频也都会有 就是那些步骤 然后同样的步骤 就是在右眼再进行一次 也是吗 下下来 然后叮了一个点 然后suction on and off 就完了 反正真正他激光切的话 也就是一只眼三十秒左右 然后上下的话他就再花那么一两分钟 然后把你那个切掉的部分给拿出来 然后重新再修复一下什么样的 然后裁作完后 他那医生就跟我说 啊 congratulations啊 就做好了 完成了之类的 然后他会给你带那个墨镜 就是他之前给那个护目镜就带着 然后带你到旁边那个房间里 他会最后拿那个一个光学器对着眼睛看一看 看你的眼睛是不是有没有什么问题之类的 然后当时的话 其实你刚做完手术的话 你能感觉到你 那个视力是恢复的 但是眼前就感觉一片雾 雾茫茫的那种感觉 然后当时你刚做完的话 戴着墨镜 然后这时候也那个药片的效用也一直很 这时候药片的作用还在 所以你就会昏昏沉沉的 就感觉只有脑子清醒 但是其他的手啊 腿啊都很沉 然后就想赶紧睡觉那种感觉 然后当时是护士帮我叫了酒店的shuttle 我就在他那个休息室里戴着黑黑的护目镜 等了大概十分钟 二分钟吧 然后酒店的shuttle过来了 然后当时我鞋套 我都得我站在护士扶着我 勉强让我站住了 然后 然后才把鞋套和头套给摘掉 然后之后他扶我上那个shuttle 给我搭去酒店 然后酒店我就基本上是用尽了 也不要用尽力去吧 就是拖着那种疲惫的神区的感觉 就走到房间拿不散开了 走到房间 然后基本上就导头就睡了 然后其实他当时他坐在手里还给了个小的冰敷的袋子 他的意思是回去睡觉 睡觉以后大概睡了四五个小时 起来以后拿那个冰敷的袋子 插我两只眼睛各敷那么五分钟左右吧 然后其实这个我也忘了 后来回去导头就睡 然后睡了那么四五个小时 然后迷迷糊糊的 然后醒了一 那几个小时真的是比较难受 因为我下午做的 坐了可能三四点吧 四点到三点左右 然后就回酒店了 然后连都拉着 屋里黑乎乎的 然后这样红不镜 然后这时候 因为或者说就是能不看手机 屏幕就不看 弄的就贼难受 因为你睡四五个小时醒了大概是七年左右 然后你身边不能看 你就只能躺在床上冰想 或者是思考人生 但是其实我实在受不了了 所以我就就是把灯光调暗 把手机显示屏调暗 调了一些什么YouTube节目之类的 说电影之类我只是想看的东西 然后就打开在那播放 就算看不了 但我还在那一直听 也算是稍微好一点 没那么无聊 然后大概是七八点以后就感觉挺饿的 对这块忘了说 他手术当天 那护士是会跟你说去之前尽量洗个澡 然后吃饱饭 因为你做完手术大概二十小时内 基本上这些都是不能干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注意事项 所以我当时做手之前洗个澡 然后吃了挺饱的 然后去做手术 就刚才我说了 然后就补上 然后当时大概睡到七八点上醒了 醒了以后感觉身子稍微好点 然后因为是 但是其实我之前问过我的几个朋友 他们都说当时做完手术是全程闭着眼睛 然后还一直流着泪 然后或者说是眼睛会感觉有点酸之 但我其实做这个手术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 我当时做手术的时候 他测试麻药多不过的时候 我是非常小心 哪怕能感到一点 感觉这块可能不行 然后又多低了一些麻药之类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个麻药比较多 还是怎么样 我是基本上没有任何感觉 也没有流泪 然后也没有感到酸 当然酸有一点点 但是感觉就是那种正常的酸 也没有感觉特别严重 所以我当时回去去试完觉以后 就感觉材料没有什么感觉 就做了手术 说了做了 但是自己什么也没感觉到 然后晚上七八点醒了以后 我还挺饿的 那时候 然后我就找了附近的一个餐厅 我带着烘布镜出去 还好当时那 人不是很多 带烘布镜 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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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感觉应该看的挺奇怪的 那个烘布镜照片 然后去吃饭 然后吃饭的时候 我把烘布镜摘了 然后因为那个餐厅里不是很亮 所以我觉得应该无所谓 然后我就把烘布镜摘了 当时的感觉就是能看清 什么都能看清 但是就是很闷闷闷闷闷闷的感觉 像我之前说的 我就闷闷闷闷的感觉 就感觉整世界盖利层雾 可能这么说不是很明显 但是如果你真的做过 或者是你戴眼镜 然后上边脏了一样 就那种感觉 但是你能知道你视力是好的 然后点了饭吃了 然后基本上就回去就抢或自己就躺在床上去睡觉 然后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吧 然后就到第二天 第二天 然后到第二天复查嘛 然后第二天复查醒来以后就感觉比头一天就好很多 当然还是有些雾蒙的感觉 但是比头一天刚断手术是强很多的 而且他说了那个烘布镜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戴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睡觉之前都是戴着的 但是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烘布镜 但是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烘布镜 但是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烘布镜都不知道去哪了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反正是睡的时候都是戴着的 然后醒来后烘布镜就找不到了 然后我是第二天差不多是八点钟醒的 但是我 我看了一遍就挺无聊的 然后又限制使用手机啊 其实我当时也没少用 就只过都是看一眼 把微信回了或者这种就是稍微回下微信之类的 然后就赶紧就放一边了 然后差不多八点多醒了以后吃了个早饭 然后是 然后我觉得那个烘布镜很丑嘛 所以我想要我去买个烘布镜 然后感觉他墨镜也比较好看一些 而且到时候也会一直戴 包括这两天也是在户外的时候都是戴墨镜的 然后 然后已经是正常开车了 当然就是可能白光会比较刺眼 就是看的东西会比普通眼镜或戴眼镜看的更亮一些 尤其是他带着眼镜看的 如果带光源的地方你会感觉它有一层就有点炫光 就光源的地方还是会周围有模糊的那种感觉 反而我当时就开车的时候都是戴着那个护目镜的 然后去买个墨镜 然后吃了个午饭 差不多就到了 该该复查了 然后我就过去复查 复查的时候就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进去医生再给你稍微检查一下眼镜 看一下你视力 然后给你测查视力表 然后当时车视力表直接摔车 美国这边就摊屁摊屁嘛 然后我查了一下国内的1.0 就立马视力1.0 但其实视力到了1.0 但是我感觉啊 我右眼其实效果没有左眼那么好 就视力 虽然是到了 但是右眼我感觉还是有一些散光 有一点点散光 但是医生说 因为这个smile圈皮表 医生说大概恢复时间稍微长一些 可能三到五天或有一个月的都有 所以他说让我再等几天会慢慢变好 当然会不知道是真的是不是能完全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目前这种效果我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 因为摘到眼镜上看得很清楚 所以然后当你两个眼睛 基本上感觉不到有那一点点散光怎么样 而且你视力确实已经到1.0 团体团体就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再加上之后几天他说会慢慢好的话 而且今天是做手术第二天晚上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然后我觉得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这些也比突然 那天更好了 也没有那么明显感觉了 然后一生进来就给我了个绿的单子 然后上面会写 让我继续用那两个很贵的眼小水 继续用每天四次 然后我现在都坚持每天四次 然后还送了我两盒人工烈液 就说如果眼睛感觉干的话 就点那个人工烈液 但是其实这两天下来我并没有感觉眼睛很干 那种情况 基本上就跟正常用眼是一样的 时间长了可能是会有点累 但是那种特别眼干是没有的 不存在的 就跟正常用眼是一样的 然后对 然后可以接触一下 像有点风沙 然后帮好 然后到户外戴好墨镜 这样一些风沙� 所以我尽量避免 尽量到眼睛里 而且游泳 他是说我两天内不能游泳 不能泡温泉 但我本来也不游泳 其实对我来说无所谓 然后洗澡的话是可以洗 但是不要用太热的水温 尽量让水温低一些洗澡 我也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反正是医生让我弄的 然后被我约了下一次复查 大概是一周半以后 对 除了解决以外 然后就空洗之类的 就说手伸疯之类的就没有再多了 然后做完以后他们送了我一个陶瓷杯子 然后里边有些糖 饭食赠品嘛 对 其他的 然后当时弄完以后 我觉得基本上 开车就自己回趋了 一个半小时 我自己开过来 眼睛也没有认错不适 然后路上开也都很正常 然后现在的话 其实现在的话 其实你眼睛已经很正常了 除了看高光的会有些游泳 然后电脑屏幕 手机屏幕这种 当然按照医生要求是亮度要调低一些 这样的话会对你眼睛恢复是还会好一点 但是正常工作什么他都没有说什么 不能干这 不能干这 正常工作看电脑都可以 现在的话 就看亮光还会有一点点的游泳 其他的话就完全没有问题 我对这个手术是非常满意的 对 所以 看看吧 再看过几天恢复会更好一些 但其实目前来说吧 我是非常非常满意这个效果的 可能我不是那种比较就是充满机型的人啊 而且包括我之前做功课 所以我大概对能做的能到达的结果都有一些 就心理预设预期都已经做好了 所以能打这种效果也基本上是属于在我理想之内的 也并没有说什么 哇 真棒啊这种 因为我做之前我就知道 肯定这种效果是你做这个手术肯定就是要这个效果 所以预期就在那 所以我其实就很满意 但是我可能不会表露出来 但是就可惜我那个90天的日抛隐形眼镜 现在也没有用了 正常那个眼镜也以后用了 所以感觉有点浪费啊 总体而言哈 这就基本上对我感受吧 可能我这说的就流水账似的 大概就从头到尾 从我有这想法 然后做功课 然后做完大概就把这些经历啊感受说一下 如果你们有更多问题可以再问我 或者是或者是你们有关于具体的手术怎么做呀 也都可以去搜视频 反正这种手术过程的视频很多人都有了 我这就不再做了 我可能最后结尾会放一个那个激光手视频吧 但是如果你要觉得很恐怖观看的话 那跳过去就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这就是我整个做完以后到目前时留下来的东西 这个就是他们给的那个袋子 然后就是那个袋子 然后就是那个袋子 神色的红布镜 然后这个是那个冰袋 这个是一个册子 也不要册子吧 一个文件夹里面加了所有的注意事项 包括我的ponement之类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他们给的那个人工电液 比如说你很干的话可以用这个 然后这个就是棕色的这个就是保险包的那个 眼药水 30多包 保险包完以后就附了7道 这个粉色的就是保险布包的300 啊不对 保险布包的230刀的那个眼药水 然后对 基本上就这些吧 我个人一些经历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或者想知道其他的东西的话 都可以来问我 我知道的我都会回答给你们 这个 video presents a real-time, uncut, unedited, multi-camera filmed Rolex smile procedure using the Carl Zeiss Meditech VisiMaxx Femtosecond Laser 60 years after the pioneering work by José Ignacio Barraquer Moner in developing keratomeleusis, Carl Zeiss Meditech have developed an optomechanical femtosecond laser that enables us to perform a keyhole intrastromal form of keratomeleusis which they have called relax smile or small incision lenticule extraction the visumax possesses the three-dimensional geometric cutting precision necessary to rival the precision of an eczema laser and so provides the advantages of 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a corneal flap or the prolonged healing time of surface ablation the corneal contact glass is vacuum secured to the optical delivery cone aperture the visumax coupling contact glass interface is specifically curved to minimize the corneal distortion produced by classical flat application the coupling produces a curvation rather than a planation another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contact glass is that the suction ports are designed to lie on the peripheral cornea instead of the conjunctiva overlying the sclera as in classical suction systems the combination of curved application and corneal suction means that only very low suction is required to completely immobilize the cornea therefore minimizing corneal distortion and ensuring accurate 3d cutting within the corneal stroma the intraocular pressure rise is no greater than 85 millimeters of mercury by far lower than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past and low enough that intraocular circulation and the patient's vision is maintained throughout the procedure further cutting accuracy is achieved by a built-in confocal calibration system that effectively auto calibrates the optomechanics to each individual contact glass in addition a continuous force feedback servo control mechanism adjusts the bed height to regulate the force of the contact glass on the cornea and keep corneal compression constant during the femtosecond cutting process the visu max uses a high numerical aperture focusing system that minimizes spot size and energy levels in order to optimize a 3d cutting accuracy and cut surface smoothness at the moment of contact between the cone and the cornea the fixation light comes into focus for the patient because the vergence of the fixation led is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eyes individual refraction the combination of surgeon coaxial view and patient coaxial fixation results in the ideal of lenticule creation centered about the visual axis the lower interface of the intrastromal lenticule is created first followed by the upper interface of the lenticule known as the cap and finally a two millimeter tunnel incision that links the cap interface to the corneal surface total suction time for a typical treatment is only about 35 seconds and doesn't vary according to prescription level treated because there's always the same cuts just simply further apart for higher corrections from the patient's point of view the most remarkable feature of relax smile is that they literally feel nothing from start to finish and the eye emerges white and comfortable after the procedure the patient is moved to the surgical microscope and the surgeon view through the oculars switches automatically to the second microscope i like to immobilize the eye during the manual lenticle separation portion of the procedure to have better control over the force that i'm using to separate the surgical planes many perform this portion with a single-handed technique the two millimeter small incision is opened using a surgical instrument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relax smile by dr ectet chansu this is used to delineate first the upper and then the lower edge of the lenticule so that the tissue planes are well defined the surgeon then flips the instrument to use the other end to separate the two interfaces the upper interface is generally separated first using a standard lamellar corneal surgical technique of waving the instrument back and forth i like to separate the entire cap so that the stress forces are distributed evenly across the cap and avoid any asymmetry and cap adhesion at the end of the procedure it is then easy to go under the edge of the lenticule to the lower interface which is separated using a waving motion as before i leave a small triangular portion unseparated until the end opposite the small incision so that there's a fulcrum to work against when separating the rest of the interface once both interfaces have been separated the lenticule can then be manually extracted relax smile represents an exciting advance in corneal refractive surgery and brings some major benefits as it is a flapless procedure the anterior corneal nerve plexus is left effectively untouched resulting in very little perioperative change in corneal sensation and therefore reduced postoperative dry eye symptoms in addition the retention of uncut anterior stroma the strongest part of the stroma allows for higher myopic corrections compared to the limits defined by traditional under a flap residual stromal thickness calculations these advantages together with the increased accuracy for high corrections and the near-perfect patient experience with the patient feeling nothing make relax smile my procedure of choice for correcting myopia but the next step is the correct step of the current day of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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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stat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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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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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of state of the state of the state of state of the sta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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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感谢观看